我是刚刚分享社团部分的围情 这场20分钟的分享 就是想要再讲的比较细致一点 就是从一个大学社群推广者的角度 就是Wikidata如何影响我 来自我们社团的大学生活 那刚刚有讲过的就是 我是陈大历史系三年级 我是大学部的同学 我是开放知识社的社长 那这是今天的Outline 就是大港 那主要会分成就是我们开放知识社在做什么 我们是谁 然后再来是我们的角色 我们在整个美体运动里面的扮演的角色 这样 然后再来是我们推广过程中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再来是我们怎么回应这些问题 我们怎么改善 然后我们试图做到什么 再来是未来跟期望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正在酝酿中的一个计划 那陈大开放知识社就是NCKU Open Knowledge Club 就是简称陈大OK社是创立于2022年年中大概5月左右的社团 那它最开始是一个学生内部的编辑聚会 然后当初是以Wikipedia跟Wikicommerce的编辑为主 那在这之前 我个人的话我还没加入这个社团之前 我第一次接触到Wikidata是在我们刚刚有讲的这个 违基媒体历史与社区的这个课程里面 就是在做实际刊考案陈大历史学报的编幕 那在这个课程里面我有一个蛮深刻的经验是 我那时候是做早期学报的编幕 那时候学报有一个应该是说在华裔的电子期刊资料库 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居然有一篇文章 没有被收进资料库里面 就是它的这个文章标题是存在 但是没有在资料库里面 可是如果你去翻它原始资料的话 我的意思是学报纸本 用我记得是手写的吗 手写的那个文章的话 你会发现 怎么有一篇资料没有被收进去 那时候我就觉得好有趣哦 怎么会有付费资料库不能做到的事情 好那这个东西就一直放在我的心里 那到了创立社团之后就有负责一些 维基百科的教学 那刚刚讲到一年2022年中到2022年底 其实都是在做百科教学 然后在2022年12月的时候 就是刚刚讲到有举办一些数位人文 那文学有来我们社团办一些讲座 然后今年年初也有办 就是人文资料视觉化的工作方 那就是持续之前课程 他们的成果这样 一直在建制这个台湾省的医师民间 那为什么要用β而不是用P2 那是来自于这个材料本身的限制 第一个 因为医师民间里面都是收入医师的名字 学历住址 然后他的医院名称 比较现住地 比较零税的资讯 那有一些有名的医师 比如说像是韩内科里面的韩诗全医师 他可能就有一个条目 那有一些有名的医师 但是他没有可靠的二手资料 不能成为一个危机百科的条目 那我们就想说 可不可以用wikidata来做这个东西 就是继续来做这个 那我把它说就是有名的医师 跟不有名的医师 那不有名的医师可能资料比较少 那不有名的医师不重要吗 那很奇怪 那你又可以联想到说 这些不有名的医师 他又对谁重要 他是对我们学术 做学术的人重要 还是对曾经受这些医师照顾吗 应该是说 这些受这些医师服务的当地人重要 所以限制这些不有名的医师的条目 他也是必要的 我是指wikidata 那医师跟医师之间 或是医师跟病人之间 有没有隐藏的人际网络 或许也是可以在资料 搜集跟调研的时候 可以关注到 并把它加入到wikidata的参考文献里面 那今天带来的例子就是 一个医师他叫做严正生 他是出生于19世纪下半叶的医师 他是台南人 他是妇产科医院爱玉堂的创办人 那这个爱玉堂的话 他还 这个老医馆他还存在于台南市 他是一个台湾算是相当早期接受 现代医学教育的医师 那他是跟随外国传教士洗衣的 那可能是早期台湾医疗史 蛮重要的人物 那他曾经用白话字发表 南部教会医疗传道史 那另外一个他跟他有关系的人是 科名典 那科名典是南台湾第一位妇产科医师 那严正生这个医师 他可能符合以下这些条件 他应该算是一个有名 然后重要的医师 因为刚刚有一个专门的 高雄医学会制在介绍他 可是他比较少可靠的二手研究 那再来是刚刚提到的科名典 科名典是他的媳妇 然后再来是在 在等待这些可靠的二手之 二手研究出现之前 我们可以先建置这些 就是医师们的资料 那除了这些以外 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我们可能还可以 去找他们的老医馆 等一下会讲 再来是 我们在社团里面 就是或是说 在整个维基媒体运动里面 扮演什么角色 那其实就是会遇到 很多学生社团会出现的问题 那第一个是 人力很不足 非常的不足 第二个是 我们当初有跟一些计划合作 就是要写条目 可是写条目是满花时间 而且大家几乎都是学生 那他们可能就要用额外的课语时间 再去帮这些计划写条目 那可能对他们来说就有一些压力 而且条目产出的品质 就是可能也没有很好 所以最后我就决定调整我们社团的定位 就是我们想要变成一个教学跟推广的角色 就是可能写条目是我们平常的兴趣 但是对外来说我们可能就是教学的这个角色这样 所以现在就是 维基融入历史教学这个计划的助教 再来是课程协办 然后社团课里面的data的助教 再来是教材制作跟编辑 那就是在社团的第二年快第二年开始 就是有接触一些wikidata的东西 就是文乐有来我们社团办讲座嘛 刚刚都有讲到 那再来是wikidata跟人文资料视觉化的工作方 那这个工作方比较像是一个还在努力的那种状态 那时候还没有很清楚wikidata他要怎么实作这样 那接下来是今年年终举办的这个 新港采编影的活动 那这个活动里面有帮新港的一些景点建立主题资料集 什么叫主题资料集 就是用wikidata串联 危机共享资源跟条目 那他变成一个可以互通的东西 那实际的操作方式是 利用走读活动拍摄这些活动的照片 然后帮这些图片建档 那在推广的过程中 其实有遇到一些问题 那这是百科跟危机数据都有遇到的状况 这是我在我们系内部做的一个调查 那会有一些人说 有一个同学他就说我觉得编辑活动很无趣 再来是他觉得编辑活动没有回馈 他没有回馈这件事情是在推广上面蛮常会遇到的事情 那再来是没时间 那没时间通常是来自于同学觉得要一定要做出什么 哦很大量的编辑才是才算是编辑 那要怎么帮助同学们就是改变这个心态 就是我想要我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有几个未来想要做的方程 就是不要让同学觉得哦 我今天就是做一个作业 我应该是要有一个基本的热情 来去做这些事情 再来是条目编辑他不应该是一个活动主要的内容 其实我们想要让他变成一个 我们想要让他变成一个附加的附加的成果这样 再来是刚提到回馈的问题 我们可能可以提供一个合适然后没有负担的回馈 因为在往年推广的时候 然后我们比较没有做到的是利用Wikipedia或是Wikidata的一个机制 就是表达感谢 就是同学不知道他们做这些事情有什么回馈 就是如果有这个东西的话 或许可以让他们有觉得哦 我被感谢了 我的成果是有被看到的 我觉得很开心 很有有一些小缺的心脏 再来就是感谢到后 就是要让他们在编辑活动的过程中是感到开心且快乐的 所以结合之前的一些经验 其实刚刚也都有分享过 就是我们有办一个试办的踏查活动 那这个活动就是 就是去探 就是医师民间上面的老医馆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再连接到更多的议题 就是 医师民间上面的老医馆 其实年纪都蛮大了 那他就是在台南市 散处在台南市 或是全台湾的各个角落 他们的现况是什么 那他们闲置之后 他们该留还是该拆 其实是一个街区 在重新整理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再来是 这些老医馆 他不在地图上的就不存在吗 比如说这个爱玉堂 他在 他在Google map上面就是不存在 可是我之后我就把它 放在open street map上面 那 还有刚刚提到就是该拆该留的问题 那 医师的话 他也是 他也是一个 可以再思考的 一个点 就是 我这一开始提的 有名的医师 很重要 那不有名的医师就不重要吗 他们都 要有一个 存在的地方 而不是被关在 这台湾省医师民间里面 比较常遇到的状况是 当我检索一个 医师民间里面的一个医生 Google搜寻不会有东西 那这代表他们不存在吗 他们对当地的人不重要吗 这样很奇怪 所以透过这个活动 我们可以去查查 这些老医馆的位置 我们可以顺便帮这些老医师们 建置他们的资料 至少 让这些医师 其实是在资料集上面是存在过的 这个也是刚刚有提过的 就是我们在 学校的K书中心 举办的教材编辑活动 这个活动是编辑要怎么让 不太熟悉 只要跨专案连结的同学 来去做Wikidata跟Commerce的结合 那就是为我们下一次的踏查活动来做准备 那未来跟期望 我们在酝酿这个计划的时候 可能会需要一些事前的准备 那这部分的话想要 就是 第一个是持续的办理活动 第二个是 我们要做一个 以人为中心的教材 并且持续的迭代 所以我们在活动之后 或是教学结束会有一个问卷 那就依赖这个问卷 重新的再去 再去帮这个教材做改善 然后 这个教材必须是 让同学能够好理解 然后容易上手的 好 再来是将 试着将 这些踏查结果 制成电子 电子刊物或是职本刊物 重点是要让这些 曾经在台南市 或是说全台湾 对于当地人影响 有一些影响的医师 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 而不是只存在于 资料库里面 或是说只存在于 医师民间里面 因为 你如果没有被用 或是被宣传这些资料 其实 就也不会让大家知道 对 所以 这也回应到我们前面 的一些方向 就是至少 让参与者知识 可以被看见 让他变得有意义 那就是 讲得好像有点零碎 所以我最后我就帮大家做个总结 就是 WeData 它怎么影响我们的大学生活 那第一个就是 让大家 从学生的角度 回应身边的议题 比如说老房子的保留 或是拆除 或是 老医师他们 跟当地人的关系 再来是就是 用人为中心 然后去制作 学习怎么制作教材 然后改善它 再来是不只要收集 Wikidata里面的参考文献 我们还可以用这些文献说一个 什么样的故事 那以上 我应该没有吵死 就是我的 简单的小分享 就是未来我们想要 往什么方向去前进 所以 就交给 等一下 我要先感谢 就是 来参加与会者 然后 很棒的工作人员 还有主办 对 谢谢 非常感谢讲者精彩的演说 在这边的各位来宾 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想向 讲者提出 你好 我是台北大学法律系的学生 刚刚听到这个分享 我觉得蛮有趣的 我想好奇两件事就是 这个社团它的参与者 是会有什么共通的类型 或是特质吗 还是其实是蛮抑制化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 那之所以会来参与这个社团的活动 那他们可能是基于兴趣 或者是 刚好路过看到进来 还是他们可能会有什么其他的诱因来参加 谢谢 好那第一个 其实这个问题蛮有趣的 一开始我们在推比较多都是历史系的学生 然后后来还有政治系跟中文系的同学加入 所以还主要还是比较偏向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生进来 那他们有什么共同的特质的话 就是可能对于 好应该是说我们这些人的特质吸引他们进来 就是我们会比较乖一点 那第一个是 第二个是那个 诶 你这个问题是什么 不好意思 对 哦哦 为什么会来参加 那 好我刚讲就是第一个 嗯 因为我们这些怪人 他们觉得我们很有趣的来看一下这样 那第二个就是主要还是被 危机 这个这些平台背后的运作逻辑的给吸引 因为其实他们通常都是使用者 而不是参与者 所以他们就会来学一下 哦 危机要怎么怎么写 那他们有一些是 嗯 听手编辑者 那有些是有一些经验的 那我们也是都有欢迎这些同学来参加 那 那 之后我们就是想要透过这些编辑活动 踏踏活动来吸引 就是更多的同学来加入 因为像我刚刚讲 我们其实有面临一些人力不足的问题 对 所以之后可能会有些传承上面的问题 需要来解决这样 嗯 大概是这样子 有回答到你吗 OK 好的 那请问来宾们还有人想提出问题吗 其实我的问题跟前一个问题有点类似 我也是蛮关心的 开始总是容易持续总是比较困难 所以我蛮知道蛮想知道说 对你们现在的成员有多少 你们现在到现在已经几年了 然后持续的成员有多少 有没有人是比如说毕了业还继续参加的 以及除了你们这个社团之外 就是其他的大学有没有类似的社团 你所知道 你们可以就是你们会互相合作的 嗯 嗯 好 那 好 就是我们现在社员 呃 账目上是有大概十几个人 但是实际参与的可能五个人左右 就是大家平常都蛮忙的 没有办法来参与编辑活动 那 那 第二个问题是 知道有哪些大学有类似的社团 我知道是台大维基社 那 我听说好像 呃 只有一个人吗 我不确定 那 我可能 我有加那个社长的脸书 但我就 没有跟他联络这样 他有来关心我们社团刊物的出版进度 我觉得他 他有在 有在想要 然后 算点一下 对对对 嗯 那主张哲提到 我这件事呢 台湾维基美业协会的成员领 那 校园这部分的话 其实 有台大维基社 就除了成大知识社之外 然后他们还蛮有趣的 就是 呃 一开始成立大概是2006、2007年 然后 后来就是 那个人毕业 或者是换届之后 就 那个社就会 掉下来了 这样子 然后再过了几年 又再复兴一阵子 但是后来那个社长 后来就出国念书了 所以后来又再掉下去了 这样子 那现在应该是有 有人是有挂那个社长 这样可能就活跃度是 比起成大应该是蛮低的 这样子 那 默奕珍祈祷 就是 到了下一个学期 可能会有新的人进来 这样子 那大概 补充一下这样子 好的 那 我们最后一提 您好想跟那个社长请教一下 就是您刚才的简报有分享到 你们有办一个人文资料视觉工作坊 有办这样的一个工作坊 然后想请教 因为您刚才对于这个工作坊 到底为什么成立这工作坊 工作坊做哪些事 没有特别说明 那我是想特别请教 就是说 从你这个名称 人文资料视觉工作坊 仿佛 我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 现在很多 很多的议题都在讲所谓的数据赋能 那因为怎么做到数据赋能这件事情 可能有大量资料的一个资料收集 资料收集之后呢 透过数据分析 分析之后的结果 发现一些数据洞察 然后甚至呢 都把洞察的结果再回馈到 本来的一个职场啊 或者相关的一个机器的一个参数调整之后 改善我们整个就是ERP系统 或甚至是我们政府部门的一个 就是决策的制定的一个参考 那都是透过大量资料的一个数据研究分析之后 产生的一个数据赋能的效益 那我不晓得说 你们这个人文资料视觉化这件事情是说 目前在Wiki上面 已经有非常多的一个数据分析的相关工具 透过工具之后去产生视觉化的资料 方便就是承搭的历史系 做相关的文献资料探讨吗 还是有其他的一种solution 以上几个问题请教 谢谢 好 那我先针对那个工具的问题 工具的问题就是Wiki Wikidata他们有出一些小工具 然后可以帮助我们 帮这些东西做一张图 就是前面有 应该说上一场 讲究有看到那个泡泡图 他有一些人物的图谱 就是可能他是谁谁谁的老师 然后他又是谁谁谁的弟子这样 我今天没有做呈现 那你刚说这个 你刚是说数位赋能的效益 数数据赋能的效益 这个部分我们那时候只是存教学 没有想说可以 这个可以用在什么东西上面 就是让大家认识有这个工具 但如果真的要有什么效益的话 可能你还是要等这些资料都建置完毕 才可能有一些比较 你说的比较好的数据洞察 然后再回馈到学界 那如果要说他可以用在政府决策上面吗 我现在是有点想不到这样子 以台湾医师 台湾省医师民间来说的话 对 这样有回答到吗 好谢谢 那非常感谢讲者为来宾的解答 谢谢大家